還記得我上次說過 現時ESG越來越受到重視 投資在這方面做得好的公司 回報相應也做得好些 其實重視ESG的公司 是有四大智盛之道的 我們又應該怎樣去找 ESG相關的投資機會呢? 我們即可去片 歡迎來到匯豐投資會合室 擁有ESG元素的 可持續投資基金的表現 比傳統基金更加優勝 大市升的時候大部分時間 都會跑贏環球股票指數 相反大市跌的時候 跌幅又沒有那麼多 因為重視ESG的企業一般都有成熟的風險管理 更加重視社會責任 具備良好的企業升級的形象 以及會著重新經濟投放 這四大智盛之道 別以為很空泛 去年全球爆發疫情期間 有良好的風險管理的公司 就完全突顯到這個優勢 當時全球供應鏈中斷 員工又回不了工 生意大受打擊 他們的快速應變 例如即時調動人力資源 在家工作 及時推出應合市場的生產品代服務 令到公司可以繼續營運 將損失減到最少 有些業績比預期更好 另外由於ESG的企業 較重視社會的責任 企業形象和聲譽比較良好 投資者都認為ESG的企業 是優質的資產 吸引到更多的資金 投資在ESG的領域裏面 所以如果要找到ESG相關的投資機會 首先就要認清現時全世界的政策大趨勢 包括中美在內合共110個國家 和地區 已經就實現炭中和定立了的時間表 加上有相關的綠色基建計劃配合 這些都帶出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投資主題 以及結構的增長動力 我們預計未來將會出現大量的綠色投資機會 說了那麼久 現在就和大家刷解一下 在ESG領域下 有甚麼不同的資產類別 可以捕捉到ESG未來的投資機遇 首先在股票版法方面 投資者可以留意兩大投資主題 分別就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的產業鏈 再生能源包括光復和風電 而電動車整個產業鏈 包括電動車的製造商 電池、電池月條等相關的受惠版塊 如果嫌選股麻煩 可以考慮選擇ESG主題的ETF 全港當中有三種 是追蹤符合ESG標準的中港股票ETF 而基金產品方面 以ESG做主題的可以分劃為四大類 分別是綠色債券、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和再生能源 大家也可以考慮綠色債券、存款證這些定式產品 在低息的環境下又有穩定的釋收 亦可以為環境保護作出貢獻 因為一般集資的用途主要用於發展綠色的相關項目 當然最後都要提醒大家 任何投資始終涉及風險 如果想知道我們匯豐的投資貼士 記得Like我們的匯豐Facebook Page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啦 明镜与点点栏目